夏天差不多已经进入尾期了 但阵雨还是说来就来 小区突然停电的时候 外面正在雷电交加 我联盟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 把两个小台灯开到最亮 看了看电脑里做到一半的工作 还是停了下来 把音乐开到最大 企图盖过打雷的声音 记得小时候我就很怕黑 现在也怕 所以一个人睡觉从来不会关灯 甚至有时候我会想 会不会有一天我因为怕黑 而仓促找一个人谈恋爱 陪我睡觉 其实勇敢这种东西 并不是因为我们随着年龄增长 就自然而然拥有的 而是因为长大了之后 我们开始懂得自己的无所依靠 才会努力去变得无所不能 有时候想想 可能在学校的时光 真的是最无忧无虑的了 学生时代放假在家待两个月都不会着急 但是毕了业在家待半个月 父母就会 或直接 或含蓄地问你 要不去找个工作 毕业就意味着失去了保护伞 没有每个月按时到账的生活费 也没有了花大把时间 躺在床上 追剧 刷微博的资格 甚至有时候 也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的勇气 因为每次对着电话那头 假装说 别担心 我很好的时候 真的太累了 上周一个朋友跟我说 谈了五年的女朋友要跟她分手 因为她已经毕业一年了 月薪还没上万 没车 没房 她看不到 他们共同的未来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 五年感情止步于此 好像 是谁的错 可又好像谁都没有错 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说 她决定裸辞了 公司三个月不发薪水了 她也已经一个月没有过过周末了 我也不知道能给她提什么建议 我想 成年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独立选择 然后承担 每一种选择带来的所有后果 有时候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来 等早高峰的地铁 看着站台 防护栏上映出自己的影子 我也会忍不住问自己 这样的坚持 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问完又忍不住自嘲一声 然后匆忙地走进拥挤的车厢 混入人群 随着地铁的晃动 调整状态 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 长大了之后才会感受到 有些事情是摇紧了无数次牙关 拖紧了无数次拳头 躲在厕所 掉了无数次眼泪 也是无能为力的 可能你也一样 初入社会就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恶意 可能你每天路过生意火爆的火锅店 却还是连点一盒十几块的外卖 都要做惊喜的打算 可能你计划了无数件想做的事 却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 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工位上 生活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的耐操能力 让我们不得不练就铜枪铁壁的本领 绝大多数的困难都没有结晶 唯一的办法就是撑下去 我很喜欢一句话 造化弄人 人靠自我的造化弄天 生活从来不容易 但不论有多么不容易 也总会过去 所以即使生活很苦 你也千万 千万不要轻易认输 这里是 一座繁华的城市 也总是 一个沉睡的摇篮 很多人 祈求上天给予它温暖 可到头来 还是一样的无奈 大街上 有着无数的陌生人 我又轻麻烦的 又轻麻木地 暗论着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要记得起这古咒的考验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生活的纷扰 那就出去看看和流山川 我开始有些倦了 我想面对世间的冷眼旁观 静静的等候日落 和星辰坠入大海 我开始不再孤单 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像失去的 错过的考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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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注定回首的种种遗憾 纠烈的天香烟火 只不在等待展开 我开始不再孤单 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像失去的 错过的考验 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去走一走 看一看 这和我的性格有关 我希望在这个城市 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能够足够让我自由 足够让我快乐 或是情分 大家好 我是小郭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 对于城市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 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 就是旅途中的一站 不过我好像在这站睡过了 然后就再也下不了车了 我是周俊 好 我这是古典的地方 先忘了 我去 kung能 找出来 马洛 身材 马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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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洛